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APPY BIRTHDAY 恭喜老夫子 啼啼50年 背席人口的漫画老夫子 北京不过陪伴了港人五十代 屯門市港长早前为老夫子 举办了老夫子五十周年生日派对 不知道年届半百的老夫子有什么感想呢 老夫子五十岁生日有什么感受 黄泽先生赞我跳棋很英俊 肯定高兴了五十岁 另外新年不如说一些祝贺的说话 好 恭祝大家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和多看老夫子 老夫子第二代作者黄泽 为老夫子喝瘦之余更为在场的粉丝 正直绘画老夫子超掌 老夫子的故事搞笑英文 不知道灵感是来自哪里呢 来自你的周围 楼上楼下 左边右边 马路对面 甚至我们的商场 我们工作的场合 巴士 地铁 地铁 因为周围都去 艺人张可儿当日大玩Cosplay 以老夫子暗暖对象 陈小姐身份撑场 伸穿旗袍头戴假发的她 扮得唯超唯妙 除了黄泽和张可儿之外 在场还有一百位粉丝 以老夫子的打扮前来喝手 粉丝包括男女老友 可见老夫子深受港人外大 另外 场中展出了一百三十位艺术家 与老夫子Cossover的作品 各有不同风格 难怪黄泽先生都说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未来可能真的不可思议 展览于今年2月24日结束 有兴趣的观众切勿错过